我的小可爱们 你们这么喜欢我吗 所以你们才希望 每分每秒都能看到我吗 报告小者 绝对不可以 怎么能这样安排呢 怎么就不可以了 如果是像我这样 玉树临风的帅哥 天天浇水 天天照料的话 我是说编码能力考核 我的对手 编码能力考核 你是说刘娜同学 这个对手选得好吧 小厂 你还是让我和朱利安对决吧 好吗 刘娜真的不行 不能让他当我的对手 怎么了 你觉得他很弱吗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刘娜他 他挺好的 什么挺好的 虽然我很想和他对决一次 但是真要对决起来 我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的 这样啊 为什么不好意思 你还是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 我对他实在是 王老师 给我换一个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吧 我拒绝 尊敬的王老师 不久之前 你不是 还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吗 你还说 如果无法通过能力考核 就会离开学校对吗 退学 可就意味着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刘娜同学了 这样也无所谓吗 呃 银色斩切 小枝塔 有丰富的街头编码对决经验 虚架子没有用 你需要更实用的招式 你看这招怎么样 龙卷风暴击 这招不错 如果你赢了 那家伙可能就没法留在学校了 你想让他退学吗 嗯 嗯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啊 老师说过 这次考核不一定以胜负为标准吧 继续练习吧 为了朋友 我们要更努力地训练才行 朋友 哼 啊 要是我在做梦就好了 啊 啊 竟然要我和刘娜对决 怎么会这样啊 刘娜为了打败我 居然还做了对决训练 偏偏找那个朱利安帮忙 啊 红色风暴 我们怎么办呢 啊 小枝 你不用准备能力考核吗 啊 李凯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哦 小枝 你是饿了吧 要不要一起进吃炸鸡啊 我一点都不饿 因为刘娜她 这种事怎么会比炸鸡重要呢 虽然无法理解你的苦恼 不过我李凯还是要帮你一把的 咱们一起去世外对决场吧 现在嘛 听说了嘛 小枝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是刘娜 哦 我要是他呀 我就干脆放弃好了 嗯 怎么可以从实力最强的编码战士里 选一个和新生较量呢 但是据说小枝的编码对决能力也很强啊 啊 上次他在对决时差点就战胜朱利安了 哦 这是一个观察红色风暴性能的好机会啊 太山压顶 接招 哦 好厉害呀 你居然把瞬间加速的能力提升得这么快呀 这个就是变马能力考核的重点 什么 变马能力考核 目的绝不是为了在对决中取得胜利哦 而是要尊重对手 展现出自己通过努力练习取得的进步成果 正是因为刘娜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会这么努力的练习啊 嗯 所以 我也要尽全力备赛了 我们上 红色风暴 哼 哼 哼 自从小致来到学校以后 李凯的变马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看来小致还能对别的孩子产生积极影响 我好期待看到小致和刘娜的对决呀 但是小致刚刚告诉我 自己没办法打败刘娜的机器人 嗯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绝对不可能打败刘娜的机器人的 什么叫不可能打败 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发现 刘娜给银色凤凰输入了一条错误的指令 现在进行变马对决 对刘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那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既然如此 你的胜算不就更大了吗 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你是街头对决出身 针对对手的弱点出招 应该没人比你更擅长了吧 街头对决 胜负就是对决的唯一目的 我不想再参加那样的对决了 我希望能享受对决的过程 小致啊 无论是街头还是学校 胜负的世界是一样残酷的 所以选择的时候到了 是正面迎战强大的对手 还是采用攻击对手失误的战术呢 然后呢 小致是怎么回答的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什么 小致现在还是个孩子呀 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做出这么艰难的决定 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 也许这个国家的命运 不 这个世界的命运 可能会由他们来左右 就像是 我们的小和葵的命运 由我决定一样 对不对 我的小可爱们 是吧是吧 好可爱 那个叫小致的和红色风暴 这样就能看到他们的真正实力了 是吧是吧 云琪 你再坚持一下 等到我能够恢复原样的那天 我就会带你离开这里 离开李赫这个笨蛋 好吧 再看看其他地方 有什么情况 终极地震 红色风暴 正好可以利用对手的力量 上吧 怪力黑熊 制风重尘 暴风飞机 接招吧 黑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你至少要花一周时间 才能战胜升级的怪力黑熊 是啊 多亏了你对我的魔鬼训练 原来是这样 对了 这场编码对决到底持续了多久啊 我都 是啊 我都不想了 我都快没有回宿舍的力气了 谢谢你 怎么了 因为你 我才能理解学校安排编码能力考核的原因 我说李凯 想睡觉的话还是回宿舍睡吧 李凯 你醒醒 李凯 我真的背不动你 别装睡了 你别再睡了好不好啊 谁会赢呢 真是太期待了 是啊 根据我们之前的安排 今天小智同学要参加编码能力考核了 请小智同学的对决对手刘娜同学 到前面来 刘娜加油 加油 加油 接下来是小智同学 过来吧 好的 小智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昨天失眠了吗 昨晚为了背你回宿舍 我整整折腾了一宿 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二位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你们的编码机器人吧 展翅高飞吧 颜色 凤凰 席卷大地的超凡力量 红色攻爆 刘娜 多多指教了 小智 要尽全力对决哦 好的 准备 编码对决 开始 来得正是时候 当然了 也许明天就看不到那个让人火大的小子了 比起这下结论 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 那就让我好好看看吧 可爱的小鹤葵 你们也要看清楚哦 加油 小智怎么回事啊 除了躲什么都不会 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街头出身能有多强啊 小智 面对有漏洞的对手 要怎么出手啊 友情还是学艺 真是个大问题啊 好吧 小智 你这次别想躲了 银色 真一 太快了 这个距离来不及躲了 银色斩切 怎么可能 竟然躲开了 明明有这么强的编码能力 为什么还要一直躲呢 小智这小子 已经把银色凤横的动作全看穿了 你难道要一直躲下去吗 我 我当然也想战斗了 那是怎么了 我不能说 我是有原因的 那我倒要试试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凤凰之子 发射 这是什么招数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黄兽漫步 这么快就结束了 真无聊 小智怎么办 凤凰涅槃 最后一击 怎么可能 他竟然完美接下了银色凤凰的必杀技攻击 吓得我滴血糖都要犯了 先吃一口 静静一点 刘娜 你没事吧 机器人没受伤吧 这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担心自己的对手 没别的意思 你看到刚刚红色风暴 挡住银色凤凰攻击的那下了吗 刚才 怎么了 没看到吗 你太不靠谱了 红色风暴 第一代变马内核 是谁制造出来的 我好像一戏有点印象 你的表情为什么这么严肃 在看什么 学术杂志 据说有一个没听说过的科学家 针对第一代变马内核的缺陷 研究出了解决办法 我很好奇是什么 不太可能吧 我们实验了那么多次 每次都失败了 第一代变马内核的稳定性太差了 所以我们才会改进设计 制造出第二代变马内核 他的想法 我是部分同意的 哪个部分 就是精神感应 所以这个科学家肯定知道 第一代变马内核 拥有更强大的精神感应性能 小致 我们现在只是互相学习而已 编码能力考核 绝不是为了在对决中取得胜利哦 无论胜负如何 我们都是朋友 明白了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我们可是好朋友 上吧 炎色凤凰 好啊 刘娜 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小致他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因为在对决之前我对他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特训呢 能量已经 编码 极限燃烧 这是什么 上吧红色风暴 极限燃烧 三段攻击 释放能量时就像在燃烧一样 好奇怪 红色风暴的编码内核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真的挖掘出了第一代编码内核的潜力吗 一定要赢 就是现在 想 想起来了 我听说过一台号称红色火焰的编码机器人 没错 是一台会燃烧红色火焰的传奇机器人 那个 说的就是小致啊 没用的 胜负早就已经定了 你说什么 你觉得谁会有 银色凤凰 你没看到银色凤凰现在处于下风吗 看清楚 红色风暴的能量现在已经所受无几了 光是躲开对手攻击 这点能量也扛不了多久了 你的表现太精彩了 我也不会输的 为什么 只要一直防御下去 自然就能取胜了 那是因为你太不了解刘娜了 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战士 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方式的胜利 好 我也要尽全力 战斗到底 最后一轮进攻 决一胜负吧 小致 旋风重拳 来了 银色凤凰的暴风漫步 暴风漫步 什么 我不能这么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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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 输了 小致输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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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 红色风暴 我的实力还是不够 谢谢你 刘娜 呃 其实 我一开始以为 你只是要在对决台上打败我 小致啊 但是 当我看到你全力战斗的样子 我才理解 为什么这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王老师 还有校长 你们很失望吧 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我会按照约定离开学校的 不要这样 小致 你不能走 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你是我的好朋友 校长 这样也太不公平了 哦 呃 李凯 我们的友情永远不会改变 对吗 我会常来找你的 不 不要 你别走 哈哈哈哈 哦 哦 哦 小致同学 这种时候你就不要耍帅了好吗 哦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如果无法在对决中打败对手 你就要离开学校啊 呵呵 我们考核的 不仅仅是胜负这一项啊 什么 有没有正直的品质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本来可以攻击对手失误的地方 轻松获胜 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和他正面对决 这一点是编码学院最看重的品质 所以说 小致 你合格了 哦 嘿嘿嘿 我作为本校校长正式宣布 小致同学通过编码能力考核 来吧 嘿嘿 去啊 哦 哦 对了 这是我送给红色风暴的礼物 哦 这一对近身战灵剑是我亲手制作的 收下吧 哇 小致 祝贺你通过考核 小致啊 我也要祝贺你 以后要专心上课呀 柳娜 多亏了你我才能通过考核 谢谢 你那点不入流的实力 迟早要习惯失败的滋味 做好准备吧 你说什么 朱莱安 你真的是太可恶了 小致 好了 别生气了 小致这个家伙 绝对不是一般人 朱莉安 不要吵了 我一定要在对决时把你打得满腻脚牙 我们走就瞧吧 小致 还有红色风暴 肯定能派上用场的 祝贺你小致 太好了小致 祝贺你